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前总统马英九今天以教授身份在东吴大学严加干法学奖座以从两韩到两岸,东亚分裂国家统和的新模式。 魏提发表演说,质疑蔡政府称呼对岸中国是不对的,他并指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统一宪法,两岸不是对方为外国,既非国际关系也非纯粹国内关系,而是一种特别关系,2015年马协会已经确认九二共识是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马英九指出,多名尼加日前与我断交,总统府质问对岸为中国当局,这是不对的,如果称对岸为中国,那我是什么? 如此将来很难谈判,他并推崇九二共识一词,是花了多少人的智慧才想出来的。 马英九表示,2015年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获得提名参选总统,提出维持现状主张,遭他质疑究竟是要维持前总统陈水扁时代的现状,还是他执政时候的现状,两者差别就在于九二共识。 他认为对岸不是国家,并且只称大陆或中国大陆,如果称中国,那我是什么? 马英九还说,对岸不喜欢听各自表述,一中各表,但这是把本来不是敌人打成敌人。 他奉劝对岸,其实台湾有人主张一中各表,这才是最好的情况。 此外,他也批评行政院长赖清德一天到晚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这是没有必要,台独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而且赖清德喜欢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一般人认着是,借科上市,就像,张三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名字叫李四,这句话,是很奇怪的。 他强调,在国际上,独立必须要做宣誓,而且没有国家会宣布两次独立,中华民国早已独立,而且是主权国家。 马英九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而且当年至现时中国没有分裂,所以也是一部统一的宪法,两岸双方都不是对方为外国,因此既非国际关系也非纯粹国内关系,而是一种特别关系。 台湾不搞台独分裂,剩下两个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与统一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就再回到维持现状,而两岸统一必须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前提则是和平与民主。 ,如果谈判不清呢,就走得出准备了。